胡鴻君、何依庭、羅天宇、郭子豪、五福橋和林詠彤 這日一齊為劇集新版十月初五的月光 拍攝一場外景試婚紗戲 講述由Bella飾演的凱琳和Alvin飾演的佩堅 在劇中拉著天窗 找了一群好朋友一起試婚紗 Bella亦因為這次拍劇 終於有機會一場配嫁衣的滋味 令她非常興奮 這場戲講述我飾演的凱琳和福橋飾演的佩堅 就準備結婚 所以今天就來這裡試婚紗 是的 沒錯 我們第一次拍劇是穿婚紗 所以還是很有新鮮感 感受會不會很不同呢 今天要穿婚紗 會不會都幻想一下自己的地士 dream wedding 還是那些人 都有想到 來到這個地方看到這麼多婚紗 都希望到時都可以有這麼多 在這裡慢慢減慢慢試這麼大的空間 跟誰啊? 就是不知道 現在很dry 還說 就算一下吧 不像什麼 難道你再說 你跟Ember怎樣 還有我第一次看到Bella是反串穿婚紗 反串穿婚紗 其實她穿婚紗也挺好看的 Oven呢? 他還沒試過拍這段 我之前拍過一次 類似在娛樂新聞的一些小專題 也有穿過一些西裝的 但是真正地選婚紗這一幕 就是第一次 所以都是很新鮮 很開心 可以跟一群年紀差不多的拍檔 一起開工 同聲同氣 他們很快就已經變得非常熟絡 還經常玩到忘形 年紀差不多 年紀不是差不多 心呼吸 年紀不是差不多 你們做吧 看下去 看下去的年紀是差不多 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誼 很深厚 很專門和大家一起做事 很開心 那有沒有難忘的一場戲 有兩位 難忘 我們第一天開工 第一場戲就是跟天羽拍的 那天已經要控制好 我很害羞 但是天羽比你更害羞 怎麼知道原來 我們兩個很害羞 天羽到現在還很害羞 譬如說我先試玩一下 我幫你戴 我也很大反應 那我是 是不正常的 對 我常常保護天羽 黃昏君一來騷擾她 就說不要搞天羽 你沒有搞天羽 你會胡花是姐 其實最想搞天羽的人 就是她 我沒有 我真的沒有 你幫你戴 平身 平身 天羽是否第一場釣童 依婷控得很難也很尷尬 會不會 那麼緊張 都OK的 都不是很緊張 不過因為我們始終 之前沒有合作過 所以第一下有少少減妓 之後沒有了 雖然平時她們說話沒有來正經 但幸好有米雪姐這位大前輩鎮住 不單止在劇組形成一股凝聚力 還向一群後輩提供了不少意見 米雪姐其實她很好 她是一個很溫柔很優雅的前輩 很多時候跟她排戲時 她都會給很多意見 令整件事更突出 所以我都很喜歡跟她做事 而且她真的很友善 什麼都會跟你分享 兩位呢 是的 我第一次跟米雪姐一起合作 有她在這裡的感覺是很實在一點 因為我們年輕這一輩 有時候會玩 有時候會心散 但是有她在這裡 不是 除了有Hilbert在這裡 不要說 不要跟大家說Bella心散的事 說了不要說 你覺得跟米雪姐合作如何呢 我覺得米雪姐是一個很和我內親的一個 亦給了一個很強烈媽媽感覺給我的一個前輩 而且她也真的在戲裡面會給了很多意見 令我們更加知道怎樣可以做得更加好 而且她也會跟我一起玩 最重要是 她看到我們玩的時候 其實她會加入我們 而且她說 我不在這裡 她會有點悶 所以我就會盡可能會陪她多一點